在屋主一家三口的需求当中 这个区块是他们在旧家生活一个重心 希望到新家的时候 可以延续有这样的一个 我要怎么界定 它是餐桌 也是吧台 也是书桌 其实这个位置我觉得很棒 其实生活重心都可以在这里 因为他们原本的生活 也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形态 就是说不管谁在做菜 这边是可以陪同做菜 聊天 或者可以在这边写功课 可以有一个互动 那吃饭的时候 其实也不用到大餐桌 三个人在这边其实绰绰有余 那甚至于在冬天的时候 我们因为有砍一个炉 它可以吃火锅 温汤 那我们希望这个桌子 它是有一个厚实感 所以这当初我们做跟建商的流理台 是同样一块的人造食 那它的那个视觉就会融合在一起 OK 好 那延伸上来的这一个餐桌 还记得吗 其实就是我们在玄关的时候 我们有说过 它刚好是玄关端井跟鞋柜的背面 所以它这个地方就解决了 大部分在餐桌区需要的一些晚盘收纳了 对 那这个位置呢 我们除了当初为了增加这个厚度以外呢 其实在这边有一个侧桌侧台 有很好的辅助作用 那我们选了一个反射的一个石头 让它跟这个白色台面是有一个对比 那这个位置呢 因为它其实还是有展翅的作用 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个上面的长灯 让这个地方被打亮 那底部呢有一个插镜 让空间可以再被穿透 穿透方法 对 然后下面呢 当然就是一些抽屉啊 那有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说 其实这个导桌跟柜子结合的下面 是不好用的 所以我们让这个位置下方的空间呢 是让那边的鞋柜很深 吃过来 吃过来 所以空间其实也不会浪费 那在我身后的这一个 比较高的一个导台呢 它原本就是建商的东西 但是它这个柜子的部分呢 我们希望说 它还是有时尚的那种颜色出来 所以我们用一个黑镜呢 把它的门板整个贴掉 换了一个颜色 OK 好 那以往啊 在我看到比较时尚新古典的空间当中 它在餐厅的部分 如果会碰到一个墙面 那那个墙面 大部分的处理的时候 可能会用一些镜面 对 这次比较少耶 那因为女主人觉得说 镜面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后来我们保留一部分的镜面 把镜面跟壁纸 做一个横向分割 用镜子来做分割的时候呢 又希望说它不是单独存在 所以它的线条位置呢 其实是对到 我们廊道磕钩的位置 OK 所以虽然是不同的材质 可是在那个高度跟比例的拿捏上 是先计算过的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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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y bwd6